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凌晨的白渣林场寂静无声 这个时间大多数动物还在休息 但黄猴志纯已经带着孩子出来觅食了 黄猴志纯主要以植物的根 叶 芽和种子为食 它们边走边用绘翻地 极少用爪子刨地找食物 黄猴志纯又名四川志纯 熊鸟和雌鸟的雨色相似 大都为灰褐色 虽然看起来貌不惊人 但是很实用 不显眼的羽毛色彩能降低捕食的风险 黄猴志纯喜欢集成一个小群活动 在一个区域进行取食的时候 它们会轮流进行警戒 这个集群活动可不光是为了防御天敌 这是黄猴志纯应对高山恶劣环境的聪明选择 对每一个个体都有好处 比起单独行动 集群行动能更有效地发现食物 而且随着个体数量的增加 每一只黄猴志纯 用于警戒的次数就能减少 取食的效率明显提高 另外 大家互帮互助 对预除和提高雏鸟的成活率 也有重要作用 真是一举多得 海拔四千多米的高原 凌晨的温度还很低 虽然雏鸟在出壳的第二天 就能离巢活动了 但它们依靠自身调节体温的能力 还很有限 在感到冷的时候 就要钻到妈妈的怀里暖暖身子 阳光照耀进山谷 新的一天 新的一天开始了 早上的进食已经接近尾声 但负负责 但负责警戒的志纯 丝毫没有放松警惕 不是自己这个小团体的同类 也不能靠近 黄猴制纯是中国的特有物种 作为中国一级野生保护动物 它们只分布于四川、青海、云南和西藏 等少数几个省份的狭窄区域 由于黄猴制纯在天气变阴或者下雨之前 都会频繁地鸣叫 当地的藏族群众 常常据此来预测天气的变化 就这样 黄猴制纯不仅受到人们的欢迎 它们也得到了天气预报员的美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